小小姐今天是第几次来参加第二次来参加我们的管理 那第一次跟第二次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不一样了吗 因为第一次没经验第二次就知道要看重点 就知道说这是想要看什么就会针对重点下去看 那你觉得就是对这次回去之后呢 你有什么会给你人生带起什么样的启发 或者是给你什么样的应该说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方向 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该做的都要做 就是尽全力啦 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 不要留遗憾 那这次体验当中你有什么感觉到你印象最深刻的呢 去天庭 去天庭吗 那除了去天庭还有去哪边呢 就是去看自己的原成功 自己的原成功 对 然后该看的是看生肖那些 生肖那些 该补的 该需要补的东西都有补到 都有补到 那这次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的观众经验是什么呢 这次有看到爸爸 这次有看到爸爸 那跟爸爸有互相拥抱吗 有 有 有 那拥抱 那拥抱的话 那是感受到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 对 洋室之间的这样的 那种温度 那种温度是拥抱 那有跟爸爸做什么样的交流 眼神交流 做眼神交流 对 那这次带给你这样这么样的感受 那希望你下次还有机会 可以再来我们这边 可以 可以 继续就是来看一些不一样的 对 来补一下不一样的东西 来补一下人生不一样的东西 对 把人生把它补到最完美的 对 OK 好 谢谢 你好 请问一下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观龄吗 算第二次 之前有一次 可是不确定是不是有成功 所以今天来第二次 今天是来报第二次观龄 那你觉得第一次跟第二次的差别是差在哪边呢 因为第一次比较不确定那个场景 然后第二次感觉就是比较有 确定 然后自信一点之后就比较敢说描述这样 会就是要说要什么描述说 你所看到眼前的一些东西 对 那你有去触碰到就是临界的比如说一些物品啊 还是说一些花草之类的吗 有触碰到那种蜘蛛网 然后跟那种水的这样子 好 那就是感触上就是触碰到这一些那就是就像我们在洋室间碰到的物品的那种感受是一样 对 是的 好那因为今天这样对你第二次来参加我们的管理那体验的也还蛮多的 对那希望你就下次还有机会来我们这边就是再来体验管理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 好吗 谢谢观看